黑色轎车拦腰撞上机车 机车往前被推行后零件四散 女骑士最后滚落画面 最左边倒在水果殿前 车祸现场这部被撞的机车 下半部已经不见 女骑士痛到躺在地上爬不起来 肇事的汽车车头却只有轻微损毁 目警民众说当时车速超快 一眨眼女骑士就被撞上 喷飞还砸到了水果摊 摩托车从那边骑过来 他从那边骑过来 没有擦车就撞上了 那个车子是完全没减速的 他很快他速度真的很快 他没有像人家一般 就是十字路口会减速慢行 然后看一下他完全没有 警方进入调查 双方都没有酒驾 但当时凌晨4点10分 黑色轎车方向是闪红灯耗制 代表停车再开 机车方向则是闪红灯耗制 也应该要减速慢行 闪红灯的时候一定要停下来 检视监视器画面 因为汽车它是闪红耗制 那他的责任可能会比较重 初步研判 汽车闪红灯撞上人 车祸罩泽恐怕比较大 但还是要比对当时汽机车车速 谁快谁慢 才能更进一步厘清 记者赖伪佐 陈生意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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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